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吴 今天跟各位玩一个铜丸小把戏 一个方巾 一个方手巾 看我多神了,一下子把它转成这么猛烈 其实这个东西,你可能在一分钟你就可以学会 以前我们 童年的时候,我们喜欢拿那个丝的 毛巾,方形的,正方形的 长方形的不行,因为找不到支点 那常玩的东西,还可以甩到远处,然后再接的,对接 但这个是干的,硬的 不是硬的,是比较硬的 就是一个普通家里的一个抱枕 把芯拿掉 就这样 OK 你如何可以这么神勇的,一下子就学会这个找到支点呢 来,揭晓谜底 很简单,在这个方巾的正中央 你把它车一道圆的东西,我现在这个是拿一个Orain 一个橡皮,橡皮环 都是现有的东西了 脱手可折的东西 我把它 缝在这边缝在圆心的地方 所以我只要一套上去之后 我的我的十字就顶到那个 这个情形就跟我们看了那个转那个碟子 用碟子用一根棍子 细的组面把顶到一个那个 那个盘子 耍弄那个是一样的 那个那个盘子的底下 有一个锥形的孔 那那个竹面的尖端有一个钉子 尖的钉子 硬的 那很容易就寻找到这个 旋转的那个圆心 也就是重心所在 这个就是现在找到这个重心所在之后 你就可以要转多快 转多快 转到快的 离心力居然可以把这个 飞出去 为什么飞出去 因为它不是 不是成闪形了 它这个 变成平的 平的之后 它就没有那个接触点 就消失了 消失之后 它就会飞出去 所以我现在只能够转的 不能转太快 就这个这个速度以外 再快再快的话 各位可以看 它越快离心力的关系 它这个 这张布 就变成平的了 那等到再快再快快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快到它平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没有接触点了 跟我的手指尖没有接触点 它就会自然就会飞出去 你就就会失控 所以看这个速度 飞出去了 因为因为刚刚已经 没有没有支点了 它已经离开 它的重心已经离开我的手指的 手指尖那个支点 所以没有支点之后 它自然就会飞出去 因为离心力的关系 它就会飞出去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个小小的铜丸 这个我们是中国文化嘛 所以我特别打了一个 一个古色古香的 旁边有回纹的这个 的一个 一个方巾 来做这个 示范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这是我们童年常常玩的玩意 包括顶盘子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看起来是个特技 其实 很容易上手 几分钟就上手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谢谢